若我有一天成为圣人 我定会是黑暗的圣人 我将长时间不在天堂 而在地上 为活在黑暗中的人们 亮起他们的光 欢迎收听这一集的 语色新养生 在这一集的节目里面呢 语色要跟美味的听众朋友来介绍 心灵工坊呢 前阵子 不能说前阵子 这本书出版有一点点时间 但是他们在版 这本书呢 叫做德兰修女 来做我的光 在节目当中呢 为美味的听众朋友来邀访到 前阵子呢 也来过我们节目 来跟大家分享 德兰修女的慈悲跟智慧的蔡教授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来谈一谈这一本书 来做我的光哦 蔡教授你好 语色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本书 它主要是在讲述什么的一个内容 蔡教授 好 这本书 我们中文的翻译 用了就是刚刚语色说的 德兰修女 来做我的光 那它的副标题 其实就是它原来的那个名字 副标题叫做那个 加尔各达圣人 这个圣人指的 当然就是德兰修女 的私人书杂这样 那这本书 其实主要就是透过德兰修女的 很多的书信 特别是 就它写给一些 就是比较属于神修的一个 神长的那个书信 那透过这个书信来 就是理解德兰修女的一个 它内在的这样的一个内修的生活 或是我们说灵修的生活 我在阅读这一本书的时候 我有就常常会想到 教授你提到的吗 就是你不断地跟学生来介绍这一本书 为什么你会想要在课堂上 跟学生来分享这本书的内容呢 是 我曾经有一个课 其实就是谈那个 修行跟那个转化的经验 就是很多人 其实是透过那个 宗教的一个修行 然后又达成某一种 内在的这样子一个转化 然后那时候就会觉得 这本书就会是一个 很好的我们去 阅读跟理解的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素材这样 那通常我们一般在讲这种 好像灵修的生活的时候 好像都会说 它比较是一种侧重 好像一个内在的 比较个人的 那时候在课堂上 就是让同学读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是要让同学 去理解到就是说 像德兰修女这样子的一种 我们看到她有很多 向外的奉献的 然后就是对着他人的 展现的那个慈悲的行动 其实她背后是有一个 很深刻的一个 内在的灵修的生活 那等于说这种 内在的灵修生活 跟一个外在的奉献的行动 它常常其实是 一体两面 它并不是说 好像灵修的人 就是这样走 隐修的路线 不涉入世事这样 或者是说那些 是不是做这些种种的 去关怀他人的人 他就好像就是 比较不看重内在的生活 那时候在课堂上 用这个书 其实是要让同学知道说 这两件事情 它是紧密相连的 蔡老师 你刚才在分享的过程当中 你有讲到一个名词 叫转化 那在我们灵修的这个经验当中 我们也常常听到这句 这个名词 转化 什么叫做转化 转化其实它 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那大概也没有办法 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定义 那如果说 我们比较从那个 宗教的灵修的那个 面向来讲的话 很多不同的宗教 大概它都会指向一个 比较类似的就是说 我们从好像一个比较是 以自我为中心的 就是说关注自身的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然后慢慢朝向一个 以神圣为中心 或是以那个超越的 就是就看不同的宗教传统 怎么样去讲那个超越的层面 基督中教可能就是讲神 那那个佛教可能就会说 我们把内在的那个 那个佛性自信活出来 对 所以就是比较 有点说如果说 用一个比较更简略的讲法的话 就比较像是从一个 以小我为中心 然后转到一个 以神圣为中心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 这样 我在阅读这一本书的时候 他 德兰修女非常的谦虚 他一直强调说 他内容的每一封信 都不应该 也不想要把它留下来 那也让我想到有很多 圣人或者是所有的智者 像佛陀 像耶稣 或还有很多很多的这种 非常有睿智的这些人们 这些人都很有趣 他们都 虽然有很多的著作 可是这些著作呢 都是透过这个 不管是后人 或者是学生 把它记录下来 他们本身是不留下文字的 德兰修女刚好也符合这个特质 为什么他们都不想 把他们的事情留给后人 德兰修女会觉得说 那是一个很私密的 他跟天主之间的关系 所以他会觉得说 首先那有一种私密性 他最初就 比较不是为了公开 然后他会觉得说 世界上的人认识他的话 就是透过他的工作 认识他就好 对 那他不喜欢说 万一这些书信被公开的话 大家的注意力 变成放在他的身上 而不是放在他为天主 所做的那个 工作之上 那就像 比如说刚刚有说 就是德兰修女 是一个很谦卑的人 然后他会觉得说 希望让世界的人 认识的是天主的工作 而不是去注意他 所以他就是 首先他就是有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顾虑 不想让人家的那个注意力 偏移到他的身上去 对这种圣人 他们的生命的历程 有兴趣的 其实真的可以来看看 德兰修女 来做我的光的这本书 最后我还是有一个疑问 我想要问一下 那个蔡教授 因为像我们凡人 常常会讲一句话 就是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 跟我没有关系 但是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德兰修女会说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那怎么样 只要是对人们好的 是对的 你有受益的 通通是神 就是都是神的教诲 他把自己变得这么的谦卑 他把自己说的 就是已经极致到最小的那种状态 那书上也有说 他对天主的这种爱啊 虔诚信任是无限的 他可以完全完全相信天主 给他的生命的安排 那蔡教授一般的人 就像我们一般的凡人 该怎么在宗教里面学习到 像德兰修女这样子 一种对神明虔诚的这种爱跟信任 是 我想要用这本书 主要他去讲的那个 他说德兰修女的内修生活的三个层面 来回应那个与瑟提的这个问题 这本书讲的那个三个层面 就是其中一个就是说 他曾经对着天主 发了一个一个私愿 就是他个人 好像他内在许的一个愿望这样 那他这个是怎么样的私愿呢 他的私愿是毫无保留 就是说他曾经说 我想要献给天主 十分美好的事物 而且是毫无保留的去奉献 第二个那个就是层面呢 是在讲说德兰修女 他后来离开他原来的修会 然后他去创立这个 仁爱传教修女会 就是德兰修女当初要创这个修会的时候呢 他其实是有经历一个比较神秘的一个经验 这样 那那个经验呢 就是是用一种召唤的形式要跟他讲 就是说要他离开原来的那个修会 可是他就后来就又听到一个召唤 那个召唤他说 要他走上街头去服务那些最贫穷的人 而且他是说他听到这个召唤 要他放弃一切 那去跟随天主走入平民窟当中 在那些最贫穷的人当中去侍奉天主 这样 对 所以这当然是一个比较神秘的经验 所以也是过去德兰修女 他没有很明显的去讲说 这个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经验 他只是说他听到了一个召唤之中的召唤 所以就开启了我们后来知道的他这样子的一些工作 那如果从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第二个内修的这样子的一个层面来讲的话 我觉得就有一种聆听的意味 就是去聆听神要我们做什么 那这种聆听我觉得也蕴含一种 就是说我们不是好像主动的去规划 就是我就是在人跟神的关系当中 有一个比较是属于耐心的去等待 在那个这本书当中我们也会看到说 其实当修女一开始听到这个召唤中的召唤的时候 他其实经过了很长的时间 教会才批准他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这本书提到的那个第三个 那个关于德兰修女内修生活的那个幅度呢 是他真的去创立了这个修会 然后去开始去做这些 为贫穷的人垂死的人服务的时候呢 他就是也是很特别的 也是这本书就是最多 琢磨最多的 那个书信谈到最多的 其实就是他在领修当中的那些黑暗的经验 那这个我在上一次的那个 就是访问当中也有分享到 就是说这个会让人家觉得很意外 因为一般我们会觉得说 好像我们去帮助别人 奉献自己的时候 好像都会有一种觉得快乐或是喜悦 可是修女他在那个就是展开这些工作的时候 却更大的去感受到一种内在的黑暗 那这个就是灵修生活里面 我们觉得很有很有意义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灵修生活好像不是让你吃糖果 好像你做对了 我就赏给你糖果吃 然后让你就是都觉得很快乐 在这边他反而是一种黑暗的经验 那这个黑暗的经验 修女后来也越来越理解到 就是说这种黑暗 其实是另外一种神跟他在一起的一种经验 就是说他再也不是直接的感受到天主的灵在 可是他是透过那些 他去服务的那些垂直的人 赤品的人 从他们的身上去感受到天主 看到天主 而天主其实对于他的召唤 要他到那个最贫穷当中的人 去为他服事 这个也意味着 就是说好像一种神对于人的这样子的一个痛苦的分担 虽然我向蔡老师提问的问题是 你跟神明之间怎么跟他做更多的相应 但是蔡老师你知道吗 你的回应就是三部曲 就是牺牲倾听 跟面对这个跟神同在那个黑暗面 其实你等于是在教导我们 怎么去成为一个密室修炼的一个过程 对我觉得很多在走灵修啦 走宗教的人 他们可能会觉得说 我好像要直接可以跟神有相应 可是他们却忽略了 你必须要先成为一个符合这条大路上的人 你才能够在宗教里面更深层的 跟神明有连结 所以蔡老师你刚提的这个三部曲 牺牲倾听跟黑暗 其实等于是在教导我们 怎么成为一个真正的内在的修炼密室 是不是蔡老师 对我也是 我其实也是借着宇瑟您提的 这些都很棒的一些问题 然后让听众朋友们 更多的去了解一下说 这本书可能是在讲哪些东西 那我们其实这样 就是有点像在分享的过程当中 最主要的用意也是会希望说 就是亲众朋友们能够去 就是说去找这本书来 然后去看 这当中真的有很多很棒的东西 它可能会违反有时候 我们对于灵修的一些理解 尤其我觉得现在的很多那种 好像比较强调一些灵性的运动等等 好像都会比较去强调喜悦和一等等的这些面向 可是其实在灵修的过程当中 其实还是有一些那种 好像把自己就是修剪干净 修剪把自己洗干净 然后必须借着某种 就是比较像是自我奉献这样的工作等等 就是还是有 这个部分当然是比较是传统灵修学会去提到的部分 不过我们也在一个当代的圣人 就是德兰修女身上 看到这样子一个灵修生活的展现 怎么样成为一个神 你必须先学会做人 如果你想倾听到神明的声音 那么你先听得懂自己内在的声音 我用这句话来当成这本书的结尾 德兰修女来做我的光 我希望每一个人来看这本书的时候 你不只是更加认识德兰修女 同时你也会透过她的故事 透过她的这个生命的历程 你会更加的认识自己 以及确认自己 是不是已经走在真正的密切 这个修炼的路上 那今天节目很开心的邀访到蔡教授 那希望有机会呢 在邀访你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 来介绍更多的好书 谢谢蔡教授 好的 谢谢 谢谢宇瑟 你所收听的节目 是华人网路心灵电台 所播出的宇瑟新养生 在新养生当中呢 宇瑟都会介绍不同的身心灵好书 以及邀访作者翻译或者是编辑 来节目当中 为美味的听众朋友来介绍 书中还没有说完的更多的事情 如果你手边有一些好书 希望宇瑟在节目中来介绍 或者是呢 你自己本身呢 从事出版业的工作 有一些好书 希望宇瑟来做推广 都欢迎跟宇瑟来联络 好的 节目需要美味的听众朋友来支持 好书更需要大家来推广 女色电话是0975-256-579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